大家好,今天是8月份的Monthly Chat 我想在这一期视频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在美国付小费的问题 这是每一个到美国来旅游工作学习的朋友都一定会遇到的这么一个非常实用的话题 所以我觉得很值得来进行讨论 那美国是一个遍地都需要你去注意付小费的地方 吃饭,喝咖啡,去酒吧喝酒,去理发,去住酒店,去乘出租 甚至你去一个比较高档的夜总会,上个厕所都需要付小费 那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 我慢慢慢慢积累了一些付小费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同时呢就是我之前还编译了一篇如何付小费指南的这么一篇长微博 所以呢为了配合今天这期视频 我还会重新把这个长微博再发布一遍 如果你更想看文字方面关于如何付小费这个话题的话 那就请关注这个长微博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想必就是美国这么大肯定会有一些地区上的差异 在付小费这方面 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tips都是比较general 比较涵盖性比较全的 所以我相信的对大家一定会有帮助 特别是如果你马上要来美国旅游或者是学习生活的话 那我们先谈论一下在饭店就是付小费的这个话题 因为吃饭是我们最经常做的事情在国外 如果你是去吃早饭午饭或者是早午饭的话 你要付这个你收到账单总额的15%到18%的小费 那如果是去吃晚饭那就要付20%的小费 当然了如果你那天收到说到了特别特别好的这种服务 那服务生的态度特别特别的和蔼可亲 你觉得非常的开心 你当然也可以酌情来增加这个小费的数目 当然给多少按你来定 给的越多越好他们就会很开心 那如果那天服务生态度不好的话 那你也不要给少于10%的小费 毕竟他也是做了一些基本的工作 对这是一个基本的这么一个定义 当然了我觉得就是在美国 我基本上没有遇到过那种就是服务非常的那种冷淡 甚至是太多很恶劣的服务生 我基本上没看到 很少很少 那大多数情况下 美国的服务生都特别的热情 然后他们不仅是说服务周到 把该做的事情做了 而且他们的态度就是很积极 然后他们会主动跟你聊天 让你感觉到就是好像我在你知道在家里吃饭一样 所以我觉得小费在这方面其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是因为你知道服务生他们的这个底薪其实都很低 那他们基本上是靠这个小费在在过活在拿收入的 所以说小费呢会更好的刺激他们来培养自己的这种职业精神和良好的态度 那还有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你是去中国城吃饭 至少反正我是去每次去费城的中国城吃饭的时候呢 如果是用现金来付款的话 你就不需要付这个税的这部分的小费 也就是你只看睡前这个账单的数目是多少你就按照相应的这个百分比来付小费就好了 所以说下次去中国城先问问清楚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省点钱的 这点要记住哦 下面来说一下咖啡店还有daily 在这两个地方应该怎么付小费 首先要说一下daily这个词 它在美国就是指那种给你提供现加工食物的这么一个小吃店 比方说汉堡三明治还有这个热狗 那像在daily这种地方呢 你还会买到饮料呀零食等等 那像这些店呢都比较local 所以说你一定会在这个收款器旁边看到这么一个tip jar 就是小费罐 对很明显的告诉你就是交完钱之后不要忘了还要给我点小费 那有些店呢甚至非常明具的就写上小费罐三个字在那上面 对就表示的很明显啊 那去喝咖啡的时候呢 如果说饮料大概一块几两块几三块几 最好给至少一块钱的小费 对那当你去daily的时候 如果只是买像零食啊饮料这种不需要太多服务的这种东西的话呢 你就直接把找零放进去 一毛两毛都可以 那如果说你要买吃的别人要给你进行加工的话呢 最好是给10%到15%的小费 视情况而定 像现在很多小店呢他们都非常高科技 会用这个ipad来进行这个结账 所以呢当你在刷完卡之后 在这个最后的一步呢 这个屏幕通常会显示就是三个选择 10% 15% 18%等等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轻松的一按就会把小费刷走 我觉得这样非常好 因为这样就免得还要去计算等等的 像在星巴克这种比较大的连锁店 你基本上看不到小费罐 也就意味着你在连锁店 是不需要去 没有义务去交小费的 当然如果你真的很 就是感激服务生 今天的服务 你给他小费他也会很开心 那送外卖呢 基本上就是15%到20%的小费 要是具体情况来定 为什么呢 是有些时候你知道天气特别不好 或者说你叫外卖的地方 离你住的地方很远 那这个时候最好多给一两块钱来表达你的感激 另外就是现在有一些饭店会在这个账单上加这个delivery charge 就是外送费 所以如果你在账单上看到这个外送费的时候呢 就不需要交20%的小费了你知道 因为你已经额外交这个外送费了 所以这点一定要记住 举一个例子来说 比方说今天你的订餐大概是14块钱左右 那么你大概就会给3块到3块5左右的小费 那如果你的这个饭一共是超过了一共是20块钱 那就除以5大概就是4块钱左右 在国内的朋友刚才听我说一顿饭14块钱的话 肯定会觉得比较可笑 但情况就是这样子 就是按这个绝对值来说 在美国呢食物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叫外卖的时候 一个人吃大概也就是十几块 最多20块 那我知道在国内的话 叫外卖就不一样了 动辄就是几十块 甚至是上百 但是呢真的是在美国吃饭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 做出租呢我会遵循这么一个凑整的原则 比方说出租费是6块3,7块4,8块5 我基本上就会凑整 而6块3凑到8块,7块4凑到9块 以此类推 如果是出租费超过10块 比方说在10块到15块左右 那我就会给2块钱的小费 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出租都会配备这个刷卡的机器 所以说呢在刷卡的最后一个步骤 也是会出现15%,20%和25%的选择 来供你挑选 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喝酒的问题 虽然呢我本人不喝酒 但是我偶尔会跟朋友还有我姐姐小酌一杯 还是有点心得的 在喝酒的时候呢 如果你点的是这种酒精类的饮料 基本上就是一杯给1块钱的小费 如果你点的是软饮料 那像这个苏打水 然后可乐这种的 你就是一杯给5毛钱的小费 如果你和朋友去happy hour happy hour就是指在这个时间段酒精领料都是半价 的话你到最后才结账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是给20%的小费 如果你是开车去酒店的话 需要有这个专门的人员帮你停车 那像这种人的英文叫做valet 或者叫做valet 那你要把车交管给他们 通常会付给他们1块到2块钱的小费 当你进入酒店大堂之后 还会有这个bellman 就是这个专门运送行李的人员帮你把行李送到你的房间门口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按照这个一个行李1块钱这么一个标准来给小费 在最后一天你需要这个离开酒店check out的时候呢 也一定不要忘了在房间的这个床头柜上留5块钱给那些清洁人员来表达你的感谢 通常呢我就会用这个酒店的这个便签值写上谢谢你 这样的话来感谢他们 然后留5块钱在上面 那如果你在酒店住的时间比较长5天甚至是一个星期的话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跟这个前台大堂的这个某个工作人员接触比较多 他的服务非常周到的时候 请一定不要忘了在最后那天结账离开的时候给他10块甚至是20块的小费 他一定会非常感激你而且会记得你的 说一下剪头发 通常情况下是20%到25%的小费 那是情况而定 你像我呢每次剪完发 我会给30%的小费是因为我的理发师不仅技术好而且态度非常和蔼可亲 同时也不要忘了给帮你洗头发的人小费哦 大概就是给5块钱就好了 今天视频的最后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付小费这方面我经历了两个小故事 那第一个故事呢就是有一次我和姐姐去中国城吃饭 姐姐的身后做了两个男士 然后听他们言谈就知道他们刚刚到美国来 在他们用餐完毕之后呢 在结账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男士 男生声音很大 指着这个服务的女生就说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要付小费 你骗我 然后呢这个时候服务的女生就特别的尴尬 说不好意思先生 到饭店吃饭是需要付小费的 然后另外一个男士就非常不爽 就说我们为什么要付小费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总而言之吧就是这个服务女生特别尴尬 但是呢要给他们交涉 最后呢两个男士就不情愿的给了一些小费 就移开了 但是在推门的那一瞬间 他们还在说 其实就是在骂骂咧咧的说 凭什么不告诉我们要付小费 我们被骗了 这样出入此类的 我当时看了以后呢其实觉得 替他们尴尬也觉得挺遗憾的 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出国前没有做好功课 没有知道就是在这边不管你去哪里 只要你坐下吃饭得到这个应有的服务的话 就一定要给小费 所以说呢为了避免这个尴尬 我觉得真的是 在出国前要做好一些功课 那第二个故事呢就是 几年前我和姐姐去纽约找朋友玩 然后呢有一次我们去了一个比较高档的 一个酒店里的这个night club 对夜店没错 我们去玩 然后呢 我和姐姐就要去洗手间 这个时候我们一进洗手间 就看到这个很大的阵仗 发现洗手间的这个前面有 毛巾有纸巾 还有一些女性幼瓶都非常的整齐的摆在那个一个桌子上 洗手间也很漂亮 然后在这个桌子的旁边站着一个 一个女的一个服务人员 然后非常热情 非常的微笑跟我们问好 我们也很开心就跟他问好 然后呢 当我们这个上完厕所出来之后 就是要准备出门的时候呢 我和姐姐低了下眼色 意思就是要不要给小费 我们觉得说也没有再麻烦到她 也没有让她帮我们做什么 所以就说算了吧 我们就走吧 在推门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女的 一下气色就变了 变得非常的凶恶 真的是这样 她这样就是很 非常狠的盯着我们就这样子 你知道吗 然后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不给小费 而且好像还说了几句 但是她是带口音的 所以我们具体她说什么没有听清楚 总而言之心得就是 如果你是去比较高档的地方 特别像纽约这种地方 去了这种比较高档的洗手间 不要忘了给你一块钱 否则的话 服务人员会给你很多的这种白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